夹场少女孙川奎有多可怕 在日本就没有她砸不了的场子 大师普练30年的抽桌布 孝奎一出手 结果 日本大爷一生苦练的剑球 没想到 大爷此时在怀疑自己的一生都浪费了 大人们苦练半年的李石头 孙川奎随手进了石头开始表演 简直是开花人生 靠近的胸臂 小萌生 聋赤 哇 可怕 太可怕了 大师一年才学会的高难度站盘子 孙川奎只用了一扫十